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ric Kwok 郭偉亮和師兄劉控龍 一向都是Pokker 愛好者 喜歡的程度 還聯同谷德超開了一條Pokker Channel 邀請不同星級朋友切初牌記 而昨晚他們就出席Pokker NFT 發佈會 宣佈自家Channel 和亞洲朴克學院合作 一起拍片宣揚Pokker這項活動 而今排經理人柏豪王柏高 亦都以VIP會員身份衍生 Eric和師兄對Pokker這麼有意誠 會不會自己都搞個比賽呢 在想著 我們在想著 因為在想這一個比賽 通常都要想著怎樣拍 我們通常拍就是Live Live拍就需要某些儀器 某些人懂得玩才拍到 還有要資金 很重的資金就是Live 但你自己會不會都想參加大賽呢 有機會當然想的 其實去年我們有參加過Match Poker Match Poker是代表香港 和很多國家 有韓國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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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輸了 耿頸四 你可不可以說耿頸四 輸了 今年再捲土重來 今年會再參加 師兄去年很多時間都不在香港 他們的Pokker Channel 停了一年 今年終於可以開第二季了 很多人以為我們的Channel接了 但不是 因為你又多的是 我又不好意思 因為去年又出國內工作一段時間 今年又離開了半年 所以留下了做其他事 你真好 是賺錢 你要記住 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是沒有錢賺 我們送給大家一些疫情禮物 你也要賺錢回來繼續送禮物給別人 不好意思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馬上會再繼續拍Season 2的YouTube Channel 請了第一個嘉賓 都可以跟大家說 要說的了 很感謝這個兄弟 這兩年多 好像兩年多都沒有回來香港的側田 其實他留的時間很短 他還要做完演唱會 還要幫他錄一首新歌 錄完一首新歌 再給我們時間 拍我們YouTube第二季的第一集 所以很感謝Season 2的頻道 除了keep住run的頻道 師兄最近還新成立了工作室 嘗試一下 做了那麼多年 都想嘗試一下自己去管理一下這些事情 多謝你 工作室是不是歌唱事業 還是怎樣 甚麼都有 我沒有想到簽人 那些 簽人想到那麼遠 有多好 這個想法 你現在才想 未有住 始終你都是希望人公司 你的新公司就是那個名字 其實是他的改的 生意興隆 是師兄的兄弟 是龍的龍 然後我說 好吧 你說甚麼是甚麼 其實是他改的 我跟他都相處了一陣子 一會兒 發覺他都頗有這個生意 做生意的性格 才能 除了說恭喜 都不知道說甚麼好 祝師兄生意興隆 他說 他請問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